跳水小将全红蝉透露心声 惊人一语震惊网友 他说 以后如果不跳就没人喜欢了 这是对才华与热爱的双重挑战 还是压力下的真情流露 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年仅十几岁的全红蝉 在跳水界已是璀璨新星 北京时间7月27日凌晨1时30分 巴黎奥运会即将拉开帷幕 他将再次踏上征途 面对镜头 他坦然谈及受到的喜爱与关注 直言担心若不再跳水 这份爱是否会消逝 他进一步分享到 跳水不仅仅是一项运动 他如同一种语言 让他能够与世界沟通 传达那些无序言语的情感和力量 每一次跃入水中 都是对自我的一次重新定义 那些在空中划过的弧线 是他对梦想坚持的证明 这不仅是对未来职业道路的思考 更是对梦想与自我认同的深度探索 我们敬佩他的真诚与勇气 也期待在塞纳河上 见证他再次闪耀的高光时刻 全红蝉的每一月 都是对梦想的坚持与热爱 不管是赛场上的辉煌 还是采访中的真挚 我们都应给予他最真切的支持 你如何看待他的这份忧虑 留言告诉我们吧 让我们一起为全红蝉加油补敬 那还可以想象以后要是不练了 他们还能喜欢我 如果全红蝉不跳了 你们还会喜欢他吗 这是近日 全红蝉抛给观众们的一击灵魂拷问 众所周知 全红蝉如今的跳水事业兢兢日上 不管是国内赛事 还是国际大赛 全红蝉的知名度 随着水涨船高 更别说全红蝉的出现 也一举打破了 陈玉希在跳水领域的垄断地位了 如果用一场比赛 全是全红蝉的强大 那么 这场比赛 你一定要知道 这是2024年的多哈市井赛 经过了许多天的预赛角逐 中国队的两员超级大奖 陈玉希和全红蝉 也跟着晋级决赛 在国内 他们没有分出胜负 那么今天的这场 举世瞩目的超级赛事 将会是他们分出胜负的时刻 我们拭目以待 首先上场的是来自朝鲜的选手 朝鲜选手在国际舞台上面的 一直都是非常有统治力的 只见他 第一轮选择的是 3.0的 太棒了 今天的朝鲜选手 入水状态干脆利落 空中的动作 完成度 也是非常的不错 我没有看错选手 今天的朝鲜选手 一定是来冲击前三的 我们看一下 朝鲜选手在后续的比赛上面 到底能走得多远 全红蝉上场了 作为全场选手之中 最年轻的存在 那么 冠军一定是十拿九稳了 我们只需要看 还有没有人比他更强了 陈玉希仿佛是听到召唤一般 直接登上了十米跳台 如果选手十米台 谁是全红蝉的对手 那么这个人 一定是陈玉希了 陈玉希根本就没有留守的打算 这就是陈玉希 怪不得陈玉希 能够独领风骚国际舞台 这么长的时间 这么强劲的实力 我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谁会是他的对手 这种熟练度拉满的存在 实在是太具有观赏性了 本来以为朝鲜选手 已经是足够强大了 但是没有想到 一对比陈玉希和全红蝉 完全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 就在所有人 都以为比赛到这里 已经没有看点的时候 全红蝉竟然站了出来 与陈玉希开始了新一轮的大战 撞他 在全新的时刻 现场的每一个人 都以为精彩到了这里 即将戛然而止的时候 全红蝉 我们可以看得出 他脸上的沮丧 他在这最后一轮 选择的也是5253B的动作 只见他用尽全力向前跳去 比赛结束 陈玉希没能够改变 自己落败的战局 你们认为 全红蝉在接下来的奥运会 能够再次夺冠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 红蝉的野心到底有多大 开除巅峰级时期的填量 把控中国跳水行业26年的慈禧太后 为什么会用一切手段打压一个17岁的奥运冠军全红蝉呢 2020年全红蝉参加全国跳水大赛 以水花消失数一举夺冠 这也直接打乱了周继红的计划 原本陈玉希是周继红的得意门生 就差一贯 就是大满贯 周继红更是给他铺好了路 这样等陈玉希拿到大满贯的时候 对他而言也是功勋一剑 可万万没想到跑出一个全红蝉 想当初全红蝉第一次参加完比赛的时候 周继红的那副嘴脸还曾经这样说过 从其中便可以看出周继红 根本没把这个无名的小运动员放在眼中 对于他而言也只是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但是他也绝对不允许这种意外出现 必须让陈玉希拿到大满贯 所以后期又暗箱操作裁判 给全红蝉打了一个八分 导致与冠军失之交臂 还曾阴阳怪气地夸赞了全红蝉 尤其是夸赞还不如说是不看好 反观对对陈玉希疼爱有加 就连拍照都会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 看着自己的爱图夺冠 那是笑得甜不知耻啊 很多人都想不通 那也不是完全打压全红蝉的理由啊 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全红蝉和他的粉丝们 打破了以周继红为首的利益集团的权威和利益链条 什么裁判员 教练员 甚至运动员资格 赞助 商演代言的收入 以及各种人士任用 包括教练助理 行政 甚至保安和保洁人员 还有国家跳水队 以及一切物资采购 周继红都有话语权 全红蝉引起了太多的关注 打破了这种链条 所以全红蝉才有了国际第一 国内第二 万幸的是郭晶晶对全红蝉极度关注 不忍这样的跳水天才夭折为全红蝉保驾护航 从此蝉保将会所向披靡 一路夺冠